大帝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如等作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听我开导 福借责 如来地义众生之首物 贤胜修道之要皆 下中上根基平等实践 这个要解释一下 动机决定功德 同样供一朵花 供一杯水 那这各位今天来说八观再见 那你的动机最重要 就像各位这次参加短期出家 以人天福报的动机 参加短期出家 一日一夜 由二十小节 不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得人天福报 得人天福报 以解脱轮回的心态 受此一日一夜 八观灾界 乃至短期出家 乘以三倍 六十小节 不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得人天福报 但是呢 以为所有众生 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而发起无上菩提心 也愿所有众生都成就佛道的上等发心 那么有什么功德呢 念一下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所以让你做世界的首富 赚了几百辈子的钱 功德不如一日一夜 手持八观灾界的功德 哪怕你这辈子天天杀猪 明天还要继续杀 但是因为由于你守了一次的八观灾界 那连这个罪业都可消除 至少还欺世做人 欺世生天 所以就像你欺人家一百万 没还 但是你现在有一亿 那当然呢 你可以慢慢地享受你一亿的福报 当然这一百万 将来你还是要还 但是如果你守八观灾界 不但可以消夜 而且呢 还不断地在享受福报 当然站在佛教 特别大乘佛教 我们不是为了福报来修行 希望自己有福报 去利益众生 希望自己有福报 成为成佛的资粮 一切不畏自己 进一步呢 如果你想要快速成佛 最快的方法 愿所有众生的痛苦 都发生在你身上 愿所有的快乐善业功德 成熟在所有众生身上 这个呢 比较容易断我直 修慈悲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方法 叫难行道 易成佛 这个难呢 讲的是心态 这个内心里面 真实的 去承受众生的痛苦 就像别人欠人家 十万美金 你明明没什么钱 但是你成佛医院 为他还 而且真实在替他还 让对方过得快乐一点 那我想这个就是 成佛的目的 慈悲心嘛 就是希望众生没有一点痛苦 希望众生都快乐 希望众生就近脱离轮回 希望众生最后都成佛 那我们修学佛法 各位记住 法门无高下 昨天很多局势问我 师父修汉传佛教好 修藏传佛教好 佛法只有一个 对你好最重要 进一步呢 以这个方法去对所有众生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藏传佛教好 汉传佛教好 这个分别心就是伤害你 佛没有分别心 然后呢 你吃中药也好 吃西药也好 只要你会好 佛陀都说好 但是如果你用分别心来学佛 有一个结论 佛法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只是在跟人家比赛 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点 感觉上高级一点点 这个好像比较低级一点点 所以跟你一点内心的进化 跟行为的慈悲 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还会产生骄傲 我修了法门比你高 我的上师比你高 甚至以上师法师的骄傲 来填补自己的自卑 跟你没关系 但是我想各位这一点要小心 释迦牟尼佛没有分别 不分你是哪一个宗派 释迦牟尼佛都是我们的本师 千万不要有一个分别 我往往发觉 好像修密宗的菩萨 比较骄傲一点点 好像我认为这个高一点点 所以然后呢会故意去 好像看不太起 所以这一点都要小心 因为这个就心态有一点中毒了 但是佛法无高相 法法平等 无有分别 所以这个法是在对峙自己的 这个法是在帮助众生的 这个人适合念佛 这个人念佛 这个人喜欢 你叫他念 这个人喜欢禅宗 然后我们告诉他禅修解脱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基本上你就要有很大的能力 跟悲心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千万不要把自己喜欢的强加给别人 我喜欢这个 你就喜欢这个 那这个代表悲心不够 不了解对方 那所以你要悲心够 你才会了解对方 你要悲心够 你会针对对方的需要 来学习佛法 而不是说 我喜欢八观摘戒 你们通通守八观摘戒 那这样呢 不见得成全是八观摘戒 是个共法 共同的 所以你要得人天福报 你要解脱 你要成佛都应该受八观摘戒 而不是说 我们汉人才有八观摘戒 藏人不用受八观摘戒 也完全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我这样说 是希望各位用一个平等的心 然后发起一个最圆满的佛心 那我们既然学佛了 佛的心就是当愿众生 离苦成佛 站在众生的立场 去学习佛法 所以叫众生无边 四愿度 那你了解所有众生的苦 那每一个众生的烦恼不一样 烦恼无尽四愿断 然后不一样的众生 有不一样的烦恼 所以法门无量四愿雪 那欧美人是喜欢听主基督教 那各位你将来要不要去做神父牧师 要啊 用了空性去做神父牧师 用了基督教的方法 引导他们升天 然后在人间做善事 那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或看不起别人的宗教 这个只是显示你内心的骄傲分别 所以一个菩萨他不会这么做 所以在这一点 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把手上带来一大堆 然后说我是密宗的 什么线我都有 然后这个 这种人内心是没什么修行的 我大部分在观察 我是在很努力观察 因为我很想了解 只是觉得说 那当然对这样子 我还是赞叹他 哇你加持无量啊 因为我要接近他 那但是我又觉得说 那只要配合他 就像跟领导讲话 要用跟领导的心态讲话 对我们是比较紧张一点 对傲慢的人 要用傲慢的方法 来陪他讲话 那当然因为你 你要修菩提心 你就要这个安忍忍辱 完全站在对方了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呢 那各位就是说 这些都是众生的苦 这个世界真是苦啊 所以那我们大家手包拨在街 就算他是出家人 出家人也有痛苦 对不对 然后呢 部分哪一个宗派 部分哪一个宗教 他们的苦都是我们心中的痛 而不是一种漠不关心 或是看不起 或是排斥 所以各位这个要 扪心自问 这你的先生外面有外遇 对不起你 可不可以恨他 这个叫八观再见 不行 要同情他 如果我是他 哎呀造了这个业 欲望这么强 好可怜 因为他不懂得佛法的快乐 所以我要好好的修行 来回向给他 感恩他 愿他呢早一点 能够回头世安 不是回到你身边 是回到佛法了 不能有所求 所以不但对他这样 哎呀对伤害你感情的 另外一个女生 破坏你家庭的这位人 更是同情他 因为呢 你就是他 为什么你会遭受这个业报 因为你过去做了同样的事 那现在他正在做你过去事 所做的痛苦 所以要有这种平等 感受到对方的苦 致他平等 致他交换 不但不会怪罪他 还会牵着他的手说 我关心你 因为你这样会伤害到你自己 不是伤害我 因为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比我年轻漂亮 所以各位这个叫修行 修行就是时时刻刻体贴这样的心态 贴近众生的苦 然后这样来修 所以我们守八万宅节 念佛诵经 那各位要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想 所以那只火鸡怎么办 昨天我看到火鸡 天上的鸟怎么办 河里面的鱼怎么办 这里面修行的上师 不知道过得快乐健康吗 还需要什么吗 你要时时想他们 那这个为什么说 大乘佛教众生无边是缘度 如果你离开了接触众生 体悟众生的苦 那佛法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消遣 一种麻醉自己 修了比较高尚的法来麻醉自己 慢慢的你就脱离了 对众生的关怀 认为这个高那个低 事实上因为很多生命很痛苦 所以大乘佛教就我来讲 因为我今年过生日 意思是说越来越老了 但是我觉得我对佛法体悟很好 原来佛法是来自于生命的历练 对其他生命的关怀 所以佛法本身答案就放在那边 但是你必须去体悟 不然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下喜欢南传佛教 我一下喜欢净土宗 我一下喜欢禅宗 我很喜欢那边比来比去 因为年轻 那个时候 比较没有去关心众生 只是关心自己的成就想法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想各位呢 希望各位赶快老 好不好 心老了 你就不会爱漂亮 耍神气 所以哪有老人还在烫头发 烫成咖啡色的呢 所以因为他已经自然发黑了 发白了 所以他就不会在那边做文章了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这个叫成熟的心 成熟的心 所以要 那如何成熟呢 你也可以一天成熟 你也可以十辈子不成熟 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的想法 或对佛法的感受 那你永远不成熟 那如果你在一天之内 想到了各种众生的苦 苦到那边掉眼泪 心很痛 想要找出帮他的方法 那你很快就成熟 这一点希望各位抓住 因为很多人跟我提说 我守八幻灾戒 我念三遍地上经 我念了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听起来好像满满的精进 但事实上呢 都是填补自己痛苦而已 就是执着法 我认为八幻灾戒 你守了八幻灾戒 今天没有欲望 坐在那边 想着众生苦 自然流露的去帮助他 要面包的给面包 你不要说 我帮你念第一张经 希望你不要肚子饿 要安慰的给安慰 那是话又讲回来 你要帮助众生 首先要有个出离心 也就是说 你自己脾气还不好 自己还很孤傲 自己还很冷酷 自己还不耐烦的时候 那你帮助对方的能力就没有了 就心口不如意 就像我在这边讲话 讲得很好听 私底下海盗法师 一点都不慈悲 然后白混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来自于对自己的关怀 不让自己离开佛性大悲心 然后也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找到空性 生出大悲 愿成佛 这样子的真心的关怀 也就是说 你感受到的苦 都不愿意众生得到这个苦 你所得到的乐 都愿众生完全得到这个乐 你愿意成佛 愿所有众生 都发愿成佛 要生起这样子的大悲大愿 所以我讲这四句话 我讲得比较久一点点 是因为希望大家抓到一个动机 你也千万不要说 法师说了 佛经说了 一日一夜八万一夜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二道 我拼命受 那你这个动机还是是想到自己 所谓的功德是什么意思 自己不享受 给众生才叫功德 就像今天 我们仁波切要来 帮我修长寿法会 我不是在那边沾沾自喜说 我长寿 但是长寿法会 一定让我们长寿 各位要有信心 那这个长寿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多更多的福报 寿命去奉献给众生 这样可以 多让我活三世 假设那我可以三次死给众生 了解吗 就像给你三十万 那你就多三十万去布施老人院 孤儿院 去帮助穷人 那你多三十万有意义了 而不是说 我多了长寿福报 我觉得很快乐 所以 所谓大乘是一切为众生 不为自己想 这样来受戒 所以各位 今天受戒是为了谁受戒 对对对对 你讲众生还不够 你要想想众生的苦 讲众生还很容易 你要了解众生 美国人的苦 中国人的苦 印度人的苦 动物的苦 那你要跟他合为一体 所以这个修慈悲观要修到掉眼泪 而且那你不去印度 你怎么知道印度人苦什么 你不去跟穷人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穷人苦什么 所以 不能在理论上去想 而是要在行为上去磨念 没有生过小孩 他怎么知道生小孩的苦 对不对 那你说 那我去生一个再来出家 不需要用心 而且发愿 如果有人胎儿 没人照顾 来我来替你报 我来替你养 你要有这种 不是光心想 你不要真的把小孩丢给我 心里完全承受了 万一等一下出去门口 有个老人看着你 你就要奉养他一辈子了 因为他跟你说 他是流浪人 你准备要去闭关 修什么仪轨佛学院 统统放下 老人就是你最大的佛学院 照顾他一辈子 准备好没有 你看他就不讲话了 哎呦 这个不行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这个叫佛教创造 你姻缘给你修行 所以 哎呀我才不要 所以那不行 所以那次有个女生找我 说他要出家出家 他爸妈不让他出家 找了一个门当户队的男人 要他结婚 然后他还拿相片给我看 呦 长得胖胖的臭臭的 他有钱 那师父你问我 要怎么办 我说跟他结婚 这就是你的修行 感动他 然后呢 等你能够感动他 爱他 然后你才放下他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出家 对他没好处 因为二十几岁 而且没社会经验 没社会经验就学大秤佛教 学金刚秤 对他是多余的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众生苦 的时候去学这个东西 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可能会拿来做比赛用的 对不对 战争用的 看谁学得好 而不是说去感受到众生的苦而学 所以他如果结婚了 然后呢 他去了解这个男女之间的问题 而且他要求自己去接受对方 也能够孝顺父母 等他都弄好了 再来出家 我看这个就有用了 这个人姻缘 因为每个人必须有磨念 有磨念 所以很多人要跟我说他要出家 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 对生命的关怀 大部分的出家是生命好苦我要出家 那我说你不适合来我这边 我送你去缅甸修解脱道好了 太苦 因为你只是觉得 生命很苦关心自己 还有一些人譬如来到这个地方 嗯 师父这边不错 可以出家 你喜欢住在安静的地方这样 晒晒太阳 吹吹风 没事绕绕塔过一辈子 这个还是自私的 那你这个修大秤还不太适合 因为他的动机 动机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好 训练一阵子我送你去非洲 好 那去吧 因为你要知道佛法要去帮助众生的 所以以这样来看 大乘佛教告诉你 你完全不用想自己 为什么 诸法无我 根本没有一个你这个东西存在 请记住 没有你这个东西存在 也没有你喜欢的这个法存在 也没有我执 没有法执 不是说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密宗 我喜欢天台宗 我喜欢金刚经 因为对方需要什么 你给什么 所以那你要站在立他的 无我的立场 因为完全没有我的存在 只有众生的存在 那这样来发心出家 有意义 请各位发起这样的心 佛教需要你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 你可以在佛教里面修行 可以的 但是你要做个菩萨 恐怕有困难 那你不是菩提心 跟成佛就没关系 你只修修一个善业吧 修修一个个人的福报 这样可以 所以我认为 现在我们看到 政治上很多闲举 甚至很多做领导的人 时时刻刻要被打下来 要被颠覆 要被枪杀 菩萨就是要类似这样 为了众生 他随时会被暗杀 被批评 被诽谤 但是他一副 是为了整个世界好 在承担这个苦 如果有人比他好 他麻烦把这个位置送给对方 而不是说他要占有这个 他希望更多人 来同理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 让自己没有占有欲 讲到占有欲 因为各位是女众 我常常跟很多女众 你们很喜欢占有儿子 管他那么多 占有先生 指挥他东 指挥他西 连佛法也拿来做占有的工具 希望对方跟你一样吃素念佛 强迫他 用各种的方法 那这个你还是在利用佛教 满足你的占有欲 而且你对外在的人 似乎漠不关心 所以在这一点 我也认识一个女众 修得很好 但是她众外表比佛法还重要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 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每天 像皇后一样 这样她整个注意力根本不在众生身上 她只是觉得佛法也好 我也很庄严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看到我 羡慕我 所以可能她将来会做天人 但是这个也不是菩萨 菩萨就要把自己弄得像老太婆 为了众生要做老太婆 所以而不是清高得很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要 我浪费了一些时间了 但是这个对各位很重要 不要大家白白在那边演戏演了一个礼拜 大家各自又回家了 还是老样子 浪费一堆钱 你还不如去观光旅游 做点善事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所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要让你家里人的人 觉得太好了 佛法太好了 你的改变让他心服口服 并不是说一下改变 改变很多 但每次你去找课回来 每次你去参加访会回来 就有改变 就有进步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个人本的宗教 菩萨道是在鼓励人来服务这个社会 以我这个人的立场 因为我办了这么多的慈悲协会 慈悲中心 就是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整个世界 那谁来关心呢 那要有慈悲心的人来关心 但是我往往这个慈悲心里面 都有夹杂了很多很多的个人的想法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一种真诚的慈悲 空性的慈悲 无虚伪的慈悲 这里面还是有照做的 在二称叫法源慈 他不是无所缘的自然的慈悲 他认为说我要去慈悲 不然这样我才是佛教徒 那这个慈悲是假的 那为什么叫真的 真的就无所分别了 反正活的就是慈悲 什么时候都可以死 什么时候都可以奉献 哪怕你是骂我 打我 伤害我 异教徒 我还是为你奉献 就是这样 无所分别 因为对他来讲 生生死死 高高低低 这些相对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那这一点各位要好好地分析自己 所以我这两天我还是把握一点时间 希望各位找出自己的 修行个性上的缺点 好不好 老实说了 你把缺点改变了 再加上受戒的佛力 请问这些祖先一恩亲在祖会不会超度 这个就佛教讲阴 如是阴如是阔 结果很多人颠倒都在求阔 而不在阴里面下手 一恩亲在祖一个 明天还有一个 后天还有一个 你要超度到什么时候 只要你心中有爱情 就108个感情在祖排队等着你 你受一次八关在祖可能超度一个 明天早上还有另外一个来排队等你 因为你心中只要有这个念头 那他就会来了 杀业在祖 冤亲在祖 等等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当然这只是问这些冤亲在祖 堕胎胎儿是个方便 就是希望你信因果 希望你了解他的严重性 那是不是你堕胎胎儿超度就欢喜了 而是所有堕胎胎儿 所有妈妈都不要堕胎 你要奉献于这个生命 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堕胎的痛苦 小孩的痛苦 父母的痛苦和尽力 就像家里有一个人自杀了 他可以成立一个什么自杀基金会 来帮助所有人不要自杀 来纪念他自杀的亲人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要大乘佛教 而不是说 那